杨幂与神秘男子踏春,两人全程紧靠一起行走,难道又有新的恋情了? 就在最近的这几天里面,网络上传出了几张杨幂的照片,是他外出旅游时,被网友们拍摄下来的画面。 从曝光的照片中能看到了,杨幂当时走在人群里面,打扮得十分严密,如果没有注意看的话,基本不知道是他本人。 而且在杨幂的身边,当时还跟着一位神秘的男子,也打扮得相当严密,让人根本看不出他的身份。 随后在他们的另一张照片里面,他们还上到了一只小船上,在湖里面玩耍着,并全程有说有笑的。 所以看到了这里之后,不少的网友们都猜测了,难道杨幂在最近的时间中,又开始了新的恋情? 不过这样的一个猜测,只是部分网友们的个人观点而已,杨幂并没有公布新恋情,因此不要过多地去猜测他们。 而且在杨幂身边的那个神秘男子,还被其他人猜测了,疑似就是杨幂的好友张大大,毕竟在他们的关系里面, 两人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友谊。 并且在另外一位网友的透露中,当自己与杨幂擦船而过的时候,看到那个男子确实像是张大大。 所以那个神秘的男子,估计不会是杨幂的新对象,应该只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而已。 然后这些照片,在网络上被曝光出来之后,杨幂也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,分享了一组新的照片。 在她自己的分享里面,她晒出了四张自拍照,估计就是在当天拍摄的。 而且,在她的自拍姿态中,还能让网友们看到了,她的身材比例相当抢眼,那些细苗条的小蛮腰,让人看了都十分地羡慕。 并且,她那白皙紧致的好皮肤,也是照片中最抢眼的地方之一。 不过,杨幂的这些照片里面,她除了身材比例以及皮肤十分吸引人之外,她所佩戴的那款手表,在当时也是相当地抢眼。 据一些细心的网友扒出了,据说那是国际上的某款知名品牌,随便一致的售价,就高达了35万元以上。 甚至,还有其他的网友们,说到了那一款手表,35万是买不到的,因为市场价是50万起步。 可见,有钱人的世界里面,让无数贫穷的普通人,都纷纷被限制了想象力。 然而杨幂在大家心中的印象,一直都是一个很有钱,以及非常有能力的人。 毕竟她不仅是一线的当红女明星,同时还是一个自带流量的女艺人。 比如她在之前的时候,曾身穿过的一些衣服,瞬间成为了爆款的商品,在网络上直接被抢空了。 所以,能够让人想象得出,像她这么有吸引力的女明星,赚钱是不是非常的轻松呢? 而且,买个几十万的手表,也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。 只是不知道这位优秀的杨幂,在离婚后都这么久了,啥时候才会官宣新的恋情出来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杨幂这一位女明星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印象呢?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,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那是一条案! 是一条案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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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设计划,我可以不停停留下来,那你们的党党, 你为你们的 不论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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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论人